大家好 欢迎来到谈天说地 据相关媒体最新消息 北京时间2024年9月4日 美国网球公开赛迎来了激动人心的第九个比赛日 此次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备受瞩目 尤其是中国选手郑清文 对阵世界排名第二的白俄罗斯盟女萨巴伦卡的比赛 这场比赛也是郑清文本年度 激奥网决赛后再次与萨巴伦卡交手 尽管他在比赛中表现出了顽强的斗志 但最终以1比6 2比6的比分输给了对手 只不八强 郑清文赛后坦言 虽然自己在比赛中有所进步 但仍未能突破萨巴伦卡的防线 他表示 我感觉自己比前两次交手都要好 这次比赛中 我比上一次更能借助他的来球 只是在一些关键份上没能把握住 这番话不仅展示了他对自己表现的冷静分析 也透露出他对未来比赛的信心 他还补充道 或许我下次和他交手时应该在相持方面做得更好 打得更放松一些 郑清文的表现无疑展现了 他在世界顶级赛事中的进步与成长 尽管未能突破个人美网最佳战绩 但他在比赛中展现出的韧性和斗志 无疑是他未来继续前行的重要动力 接下来郑清文将回到家乡参加中国赛季 这将是他调整状态 备战下一阶段赛事的重要机会 在女双四分之一决赛中 中国金花张帅与搭档梅拉德诺维奇表现出色 以7比6 6比4战胜了5号种子梅里查尔 佩雷斯组合成功晋级四强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张帅时隔三年再次闯入梅王女双四强 这一成绩无疑是对他持续努力的肯定 张帅作为中国网球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近年来在双打赛场上屡屡取得佳绩 这次在梅王赛场上再度挺进四强 不仅证明了他的实力 也让中国网球在国际赛场上继续发光发热 接下来 张帅与梅拉德诺维奇将 在半决赛中对阵悉尼亚科娃 汤德森组合 这将是一场实力与智慧的较量 期待他们能够再接再厉 冲击更高的荣誉 蓝丹比赛同样充满了戏剧性和悬念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12号种子弗里茨迎战四号种子 德国选手姿维列夫 两人展开了激烈的对攻 最终弗里茨以7比6 3比6 6比4 7比6的比分获胜 职业生涯首次晋级大满贯南丹四强 这一胜利不仅对弗里茨个人而言意义重大 也为美国南丹在大满贯赛事中的复兴 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另外一场南丹四分之一决赛中 保加利亚名将迪米特洛夫在比赛中不幸因伤退赛 东道主选手迪亚福因此晋级四强 迪米特洛夫的伤退无疑是比赛中的遗憾 但迪亚福的晋级也为美国网球迷带来了新的希望 随着弗里茨和迪亚福的成功晋级 2024年 美网将迎来一场美国人之间的半决赛 这是自2006年安迪、罗迪克之后 美国南丹选手再次站上本土大满贯决赛的舞台 这一历史性时刻 不仅是两位选手个人职业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更标志着美国南丹在世界网谈上的强势回归 除了郑清文、张帅和南丹比赛的精彩表现 2024年美网第九日的比赛 还涌现出其他值得关注的亮点 在另一场女丹四分之一决赛中 13号种子 本土选手纳瓦罗在刺盘1比5落后的情况下 凭借顽强的斗志和精准的击球 以6比2、7比5逆转战胜了26号种子巴多萨 生涯首次晋级大满贯四强 纳瓦罗的表现堪称本届美网的黑马 他的晋级也为接下来的比赛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混双比赛同样激动人心 最终汤森德、唐纳德、杨组合与埃拉尼 瓦瓦索里组合会师决赛 混双决赛历来是大满贯赛事中的一大亮点 因为他不仅考验选手们的单打实力 更需要两人在配合和默契上的完美结合 两队组合将在决赛中一决高下 争夺混双桂冠 值得一提的是 在比赛日的最后 还有一个特别的瞬间 让整个阿瑟、阿石球场充满了欢呼与感动 二十届大满贯冠军 网球名宿罗杰、费德勒现身观赛 这位网谈传奇的出现 无疑让现场的观众和球迷们激动不已 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 费德勒的出现不仅是对网球运动的一种致敬 也让人们再次感受到了这位传奇球员在赛场上的独特魅力 尽管已经退役,费德勒仍然是网球界的象征 他的精神和风采将继续激励无数的年轻球员和网球爱好者 一些体育媒体评论称 2024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第九日的比赛 充满了激烈的竞争和戏剧性的转折 无论是郑清文的坚韧 张帅的顽强 还是弗里茨和蒂亚夫的强势崛起 都展现了网球运动中的拼搏与激情 2024年美网还在继续 让我们期待更多精彩的比赛 见证更多历史性的时刻 另据相关媒体最新消息 乒乓球总决赛是国际拼谈一项重要赛事 曾一度被誉为仅次于奥运会 世拼赛和世界杯的第四大赛 虽然这一赛事曾因各种原因停办 并被WTT世界杯决赛取代 但近年来它的地位得到了恢复 今年的总决赛将于11月20日在日本福冈打响 这将是全球顶尖乒乓球运动员再度聚首的舞台 也将为2024年拼谈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根据世拼联最新的世界排名 首批获得总决赛参赛资格的名单中 中国队占据了绝对优势 在男单方面 王楚清 樊振东 梁静坤 马龙四人榜上有名 而在女单方面 孙颖莎 陈梦 王曼玉 王毅迪 陈信同五人也获得了参赛资格 樊振东 作为当今世界排名第一的男单选手 樊振东的实力 毋庸置疑 无论是在世界大赛中的表现 还是在对阵强敌时的抗压能力 他都展现出超强的稳定性 然而 近期连续退出多项赛事的决定 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与猜测 对于樊振东而言 如何在高强度的比赛中保持状态 以及在总决赛中 是否能够重现巅峰表现 将成为焦点 此外 作为国拼的传奇人物 马龙的职业生涯 已经取得了无数荣誉 尽管年龄渐长 他的比赛经验和技战术水平 依然是国拼的中流砥柱 然而 马龙的身体状况与竞技状态 成为了外界关注的重点 在接连退赛后 他能否在福岡重新亮相 并延续传奇 将影响到国拼的整体战力 王楚清与梁静坤 作为国拼新生代的佼佼者 王楚清和梁静坤近年来的表现 备受瞩目 王楚清以其速度与力量见长 而梁静坤则以稳健著称 他们将在总决赛中承担起更多责任 为国拼继续争光 孙颖莎 作为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单选手 孙颖莎近年来的表现无可挑剔 她的进攻能力 快速反应 以及对比赛的掌控力 使她成为当今女子拼弹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此次总决赛 孙颖莎无疑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陈梦是大满贯得主 她的技战术能力与比赛经验 在国拼队伍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然而 连续退赛的决定 让外界对她的竞技状态产生了疑问 如果她决定参加总决赛 将是一次重拾信心和状态的重要机会 王曼玉 作为一名实力强劲的选手 王曼玉在过去几年中 展现了她在关键比赛中的强大心理素质 她与孙颖莎之间的较量 将成为总决赛中一大看点 王一迪与陈信同 这两位年轻选手近年来进步神速 已逐渐在国拼队伍中站稳脚跟 他们的表现不仅关系到个人荣誉 也关系到国拼在女子单打中的整体布局 在双打方面 中国队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目前 王楚清 马龙是唯一一队 获得男双参赛资格的组合 他们的默契与实力 将是总决赛的一大看点 然而 马龙的状态仍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女双方面 陈梦 王曼玉的组合也备受瞩目 他们曾多次在国际赛场上夺冠 展示出无与伦比的配合与实力 除了国拼选手 其他外协会选手 如日本的早田希娜 韩国的深育兵等 也将在双打项目中发起冲击 面对强敌 国拼双打组合 需要在比赛中保持高度的稳定性 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以确保最终的胜利 一些体育专业人士评论称 2024年乒乓球总决赛的序幕即将拉开 福岗注定将成为世界拼弹瞩目的焦点 这里是谈天说地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